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神忘记了吗 神忘记了吗 等一下我就会分享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每天读圣经 有时候十章 有时候八章 那就我现在是用听的 用听的 那我用听的呢 我是非常认真 我用听我就坐在按摩椅 然后就放两根那个清气 所以我做了 又做按摩椅 又弄清气 让你身体健康 然后又听圣经 我常常听圣经 有一些圣经虽然很熟 但是我里面真的很感动 那我又感动 我就把它写成奖章 今天这一篇就是 我在做按摩椅的时候 其中里面有一段 我就把它想下 把它写出来 神忘记了吗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遇到挫折 或者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 你从来没有想过 怎么会这样 第一个想法 你常常会想什么 神啊 你忘记我了吗 神啊 你是把我忘记啊 还有我耶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事情啊 神啊 你忘记了我了吗 那我要告诉你 不是至于我们会这样想法 大卫也一样 当他被扫罗追赶 追赶的原因是什么呢 只是那些妇女唱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呢 杀死千千 哇 这个扫罗就不高兴 千千归我 万万归大卫 圣经说从那个时候 他就是想 扫罗王只有一个目的 他不争议 他是要把以色列国治理 他没有做这个事 他只要有机会 他就是要把大卫杀死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大卫是神所高的 一个被高的人 如果没有许可 没有人会碰他 你也碰不到他 所以我问你们 扫罗王要杀死大卫 容易不容易 应该是很容易啊 他是王啊 但是神就从来没有 把大卫交在他手中 那大卫在这十 我告诉你还不是很短哦 十几年少了 就一直追赶他 虽然大卫已经被高成王 但是他真正要做王的时间 还没有到 所以有时候你很清楚 地用姐妹 很清楚明白神要你做 但是有时候时间没有到 你也不要焦急 这个过程 就是神在训练我们 操练我们 装备我们 你就按照这个时间 不断地被神装备 愿意求神让我们 在生命里面不断地成长 所以大卫也一样 当他在这一段被扫罗追赶 所以他也里面有一个呐喊 诗篇第十三篇说 大卫说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神啊你是不是忘记我啦 对不对 扫罗一直追赶我 我等一下要躲在山洞 我等一下要躲在这个地方 扫罗都知道我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他就想 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也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是他里面有一个呐喊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喜欢诗篇呢 因为诗篇是把这些作者 心里面的话 很真实的 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 或是他们的叹息 或是他们的无助 把他表达出来 所以当你读诗篇 你会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共鸣 因为那就是你心里要跟神讲的话 大卫也一样啊 他说到那遇到困难 神啊你要忘记我 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神啊 好像我遇到这段时间 你也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酸 神啊你没看到吗 我终日愁苦 到底要到几时呢 神啊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 要到几时呢 他就祷告 他就向神祷告 他说耶和华 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应该有一个 免得我沉睡致死 撒了一个字 但是最重要大卫 虽然好像在困难当中 在无奈的当中 好像在 常常被追赶 居无定手 最后是什么 但我依靠 一起来念 最后这两节经文 来请 但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 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像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后恩待我 是 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遇到挫折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最后我们一定要学习一声对起 大卫就是这样 所以他在十几年当中 是他能够胜过 所有一切的困境 我 依靠 你的慈爱 他知道神的慈爱 不会减少 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而且我的心怎么样 因你的救恩 而快乐 我知道 你还是会救我 所以我可以快乐 我要想 因此我就可以歌唱 耶和华歌唱 因为他怎么样 用后恩待我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困难 你要记得一件 神还是用后恩对待 神根本就没有放弃 神也没有忘记你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三件事 你们一定要 我们先讲这个 就让你们知道说 我们的神是什么 来请 我们纵然失信 他人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被估自己 第一个我们要对神 很清楚的认识 人会失信 人可能答应你 他没有力量做到 他没有力量做到 他可能也忘记 我记得我生我的老大 我有一个亲戚就跟我说 你不要担心 他所有将来他读书 所有的学费 我都要负责 他记得吗 他有没有记得 他完全忘记 我根本就没跟他要 因为我不是靠他 我儿子都现在都毕业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依靠神 神就用各样很奇妙的方法 来供应他们 在升学这个阶段 一切的需要 甚至后来他去新加坡 也读那个老大读 老二又在美国读研究手 神都供应得非常丰富 对不对 人会失信 但是神永远是可信 人会失信 你要记得 神永远是可信实的 人会把你忘记 神不会把你忘记 第二一起来念 来 请 耶稣基督 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我们的神没有改变 昨日他爱你 今日他也爱你 将来他也一样爱 对不对 他不会改变 他都是一样 他一样 人会改变 人会改变 对不对 我们常常跟小孩说 你乖一点我就爱你 那如果小孩不乖呢 其实这是妈妈随便讲的 不乖我们还是爱 你会不爱吗 虽然打打打 你还是会 有时候会打他 还是会爱 但是神更不一样 神当然那个爱 比我们这个 做地上的父母更大 来 尼西米一章五节 大家一起来念 请 耶和华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你向爱你 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我请问弟兄姐妹 回答我 神用什么跟我们立约 你有没有跟神立约 回答我 神用什么跟我们立约 你有没有跟神立约 用什么 传道人不要回答 神用什么 小组长回答 神用什么跟我们立约 神有没有跟你立约 神用什么跟你立约 他用什么 我听不到 我冒他们讲什么 神用什么跟你们立约 对啊 你们每一次领圣 神跟我们立约 是他十字架的恩典 他在十字架手里我的宝血 对不对 所以你才会领圣 这是神让你纪念 你是一个跟神立约的人 每一次你领 耶稣说 这是我为你们剥开我的身体 这是我为你们流的血 他就用这个跟我们立约 主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立约 Amen 所以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 他的守约 不但守约 而且他要施慈爱 所以你要记得 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 不要忘记 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不管你遇到不公平的事 不管你遇到很多挫折 你都要忘记 神不会忘记我们 第一个 神都没忘 所以你今天我要讲四个 第一个 神都没忘 第二 神都计算 第三 神都知道 这是第一个 神都没忘 你要记得 神都知道 我们现在第一个 神都没忘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一起来念 来请 撒末尔对撒罗说 耶和华 差遣我 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 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金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 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联系他们 将男女孩童 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 合理进行杀死 到这里就好了 OK 所以你看 神 撒末尔对扫罗说 神告你 告你为王 OK 那现在你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你带着军队 然后去打亚玛利人 为什么 他们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怎样 对待我的百姓 怎样抵挡他们 神说什么 我都没忘 你的仇敌 不喜欢你的人 怎么对待你 神都没忘 是不是 神都没有忘记 我们就常常以后 觉得说 神啊你都忘了 你看那个人就 在这样背后 攻击我 背后说我坏话 神说我都没忘 你说我服侍族这么久 我到现在 我在领域行 已经退休了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 在背后还说我坏话 我们的办公室 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 然后我的同工就会说 师母他都说你坏话 你不要去处理啊 那第一个 我不想知道 这个人是谁 第二 我也不想听他说 我什么坏话 第三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不要太在乎这些 第四 他说我坏话 我不会少一块肉 你看 我的肉好好的 会少一块肉吗 没有像我 我真的感谢主 我连老人班都没有 我77岁都没有 所以没有人能够影响我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也一样啊 对不对 不会影响你啊 不会啊 但是如果你难过 你就会更老 你就会变老 不是这样吗 你烦恼 为什么受我外务啊 觉得很不公平 怎么样 我们都会这样 不要烦恼 对不对 因为他说你坏话 你不会少一块肉啦 你把它交给神 你也不要想是谁 如果知道是谁 他想你坏话 你就为他祷告 不是这样吗 好 回来了 你不可以去讲人家的坏话 不可以讲人家的坏话 因为你讲人家坏话 神都 神说我都没忘 神都没有忘记 所以这个亚玛利人 怎么对待以色列人 神都没有忘记 所以到沙漠 到那个扫罗王 做王的时候 神 沙漠就跟他说 好 你去吉他 而且怎么样 那是旧约了 灭尽 灭尽 如果灭尽 你一点都不可以连续 不但吉他还要灭尽 还不可以连续 讲男女孩童 吃奶的牛羊骆驼驴 进行 杀死 弟兄姐妹 这是旧约了 那么 现在新约当然不是这样做 那新约神的教导呢 一样啊 新约神的教导也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 让步 对不对 新约神的教导是什么 多走一里路 多走一里路 就不会有纷争 你知道我 我公公婆婆 就周牧师的爸爸妈妈 他们结婚六十周年 我们再帮他庆祝 六十周年 我跟周牧师结婚才五十二年 才五十二年 我们一定会过六十周年 还要活得长长的 我刚跟周牧师说 我刚刚跟神说 神要走 两个人一起走 不可以有一个走一个没走 然后我们都讨论谁先走 我们常说你先走 你先走 最好不要一起走 OK 好 那我公公他跟我婆婆结婚 他结婚六十周年 我们再帮他庆祝 人家就问他 你们的夫妻怎么样可以生活到 能够生活在一起六十周年 我婆婆是客家人 我婆婆是客家人是很节省 那我婆婆听说也是 以前他们说很厉害 不过他对我们这些媳妇跟儿子 very good 他不敢骂我们 他不敢骂我们 没有了 他舍不得骂我们这些媳妇 他都没有骂过我们 我婆婆对我们真的 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公公说什么 你们能够夫妻一起生活 的秘诀是什么 让步 牛婆 对不对 你要让步 你说夫妻吵架吵架 有时候真的弟兄姐 姐妹 你们夫妻吵架没有对跟错 可能两个都对也可能两个都错 对不对 总是一方要让步 你知道我们家谁让步 当然就周牧师 他灵性比我好 那一定是他让步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嫁给一个灵性比我好的人 我知道他会让步 我比较凶 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 人也是会悔改 我记得几年 有一天 我都跟周牧师说 周牧师我跟你道歉 现在已经 我们都已经结婚超过52年 现在吵架很少 很少 很少 只是他做不对 骂他两下而已 就这样 他也不会 周牧师的个性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记得一两年前 有一天我就在祷告 我就回去跟周牧师道歉 我说周牧师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觉得以前我们吵架 我对你很凶 请你原谅我 那我们周牧师的回应是什么 哈哈哈哈 他不计较 不过我有一次在同工会 我就讲 我说我悔改 我回过去 我像跟周牧师 我对他真的很凶 对他让我 周牧师说 终于良心发现 OK 良心发现 就是这样 所以让步 新约是要教导我们 都走一里路 所以那个罗马书说 一起来念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深渊 宁可让步 听听主怒 因为经常说 主说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然后呢 十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呢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好 前面神说 我都没有忘 仇敌怎么对待你 神都没有忘 那新约说 我们不要什么 不要自己深渊 我们要让步 一切交给神 如果弟兄姐妹 有人好像 你觉得很不公平 对待你 你就把他交给神 这个很重要 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会觉得 我不公平 为什么神你祝福 他没有祝福我 为什么他都没有 他都很顺利 为什么我都不顺利 为什么我遇到 那么多挫折 为什么很多很多 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说 为什么倒霉的事 都被我们遇到了 那你知道 我老大的孙女 他有一位性皮肤员 你知道一位性皮肤员 你们有小孩 一位性皮肤员 你们就了解 小孩特别晚上 羊啊抓啊抓啊抓 就没有睡好 都哭啊 我那个时候 也因为看到 这小孩哭 就半夜哭嘛 所以我就跟我儿子 说那一个礼拜 你就把小孩给我啦 这样你们可以 好好睡一个晚上 睡一个 一夜睡到天亮 后来呢 一个孙子 两个孙子 三个 后来他们每一个礼拜 有一次 我去接他们 给他们吃饭 然后就让他爸爸 妈妈好休息 他们晚上要去看电影 或是去吃一顿饭 就休息 就休息 那你知道老二 就比较好一点 老大真的那种 他随到下 鱼都不能吃 鱼不能吃 他们奇怪 他们这些 这些 皮肤有毛病 就罐头 尾一罐头 就可以吃 其他的鱼都不能吃 尾一罐头 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吃 吃了就 就不会怎么样 他们这些 过敏的人 他一吃喉咙 就不对 他马上 连你那个什么 你那个筷子 去夹过鱼 然后他 你夹东西给他 他都有感觉 你知道这种 这种过敏 所以老大老二 生出来就老三 那有一天 周牧师就 我跟周牧师去看 然后我在那边 周牧师就 带着老大跟老二 孙子 孙女 就去看这个老三 老三也是儿子 然后他就跟 这个老大老二说 姐姐 哥哥 我们来为弟弟祷告 我们为他祷告 让他第一个 没有过敏 第二 让他什么都可以吃 第三 让他可以一夜睡到天亮 周牧师才讲第三句 然后这两个小孩就说 不公平 为什么老三 可以吃鱼 为什么老三 不要有一味性皮肤员 为什么老三 可以一夜睡到天亮 我们不是会 常常会觉得 很多东西不公平吗 他们都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两个都会养 两个都不可以吃鱼 然后阿公在喂老三 他觉得两个同身 不公平 害得他阿公吓两跳 他怎么会这样想 这样想 很多的东西 你会觉得很不公平 但是 没关系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知道 神都知道 别人怎么对待你 神都没忘 Amen 还有一件事 神没忘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为主做的善事 神都没忘 OK 那你看 耶稣在 耶稣说 当他来临 降临的时候 他就分 一边是绵羊 右边是绵羊 左边是什么 三羊 然后对这个绵羊来说 说什么呢 对这个右边的绵羊说 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对不对 他这样跟他说 你们这些都是蒙 都是蒙父赐福的 而且你可以承受 创世以来 天父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呢 耶稣就回答原因 因一起来念 来请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克里 你们留我住 我吃三肉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过我 我在街里 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 给你吃 喝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看见你坐克里 留你住 或是吃生肉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 或是在街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去坐在我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所以你为主做的好事 主也没忘记 你就是拿一杯水 给一个口渴的人 对不对 有克里 你就留他住一个晚上 对不对 你看见他没有衣服穿 现在没有衣服穿得很少 很少 没有漂亮的衣服 或者你看那些街友 你就拿给他 你看到他病了 你去看他 他在接你 你去看 王 耶稣说 你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你就是坐在我身上 连你为主做的好事 主都没忘 弟兄姐妹 只是一杯水而已 可能只是一个包子而已 对不对 或是一个面包 现在面包都方便了 对不对 只是你看到一个人饿了 你就给他 你坐在一个 你去探访 他有需要 你去探访 你就是坐在我身上 意思说什么呢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靠行善而得救 对不对 我们是因为什么 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付十字架的代价 我们相信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但是当你信主以后 神要你学习做好事 去帮助你是周围 有需要的人 我们不是靠善事 但是你做了基督徒 哪里有需要 你就要自己伸手去帮助 我每一次去坐高铁 每一次去坐 每一次去运动 我就从我家走路要十几分钟到那个捷运 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姐 她是本来我们 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在卖花 要不要买 你要买 你等于帮助她 我如果我给她两百块 我一定拿两朵 我给她一百块 我一定拿一朵 但是因为我帮助她 都给她两百块 那就 不错啊 把它挂在房间 都蛮香的 冬天比较不香 夏天就比较香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不能只给她钱 对不对 我一定要拿花 拿花 但是我要想帮 很多的地方 弟兄姐妹 我们啊 就说有时候信徒坐久了 我们在教会久了 我们对外面的 我们就比较冷漠 比如说 我过马路 你们都会 我不知道你们在 过马路 我要去坐捷运 就看到 有一个人常常 她妈妈推她 因为她的脚不好 然后卖口香糖 我也不吃口香糖的 对不对 但是我也一定要给她钱 因为那一包 你如果给她一百块 就一包嘛 那我不能啊 我就给她两百块 拿一包 我最近还发现 我坐飞机 要下飞机 能够吃一个口香糖 对我耳朵是好的 我发现 对我耳朵就不会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才发现 这个口香糖的好处 因为我不太吃口香糖 OK 你会发现 在你四周围 她那个人没信住 另外这个 我知道她是基督徒 你就帮助她 那过年很多人 送我那个 送我什么 中秋月饼 我会拿一盒给她 我真的拿一盒给她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 我们领受很多的恩典 你知道神给你 那么多恩典 你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神给你们 那么多恩典 要做什么 就是你看 有需要的人 你就给她 她会很得 鼓励 知道有人关心她 不是这样吗 不是因为 这个东西 是因为 她的感受 因为 你的关心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时代 然后个人自己管自己的事 我们做基督徒不要 对不对 你就关心一下 你的邻居 比如说过年过节 你有收到人家给你 你就 就 去 去跟他分享一下 你说 你当然你故意买 他会不高兴 你就要有人给你 你就要跟你 我就跟你分享 我每次给他 我就说跟你分享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收 这个给你 我说我跟你分享 跟你分享 就这样 连我有时候去运动 我有时候过年过节 我也会跟那个老师分享 会跟那个老师分享 因为我 我太喜欢这个老师 教得太好 连我去 Word Gym 我就会给他 所以 这就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学习做善事 你坐在一个弟兄中 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第一个 仇敌怎么对我们 神都没忘 但是你为耶稣的名 做一件好事 在一个小子的身上 在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 在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身上 耶稣说 你就坐在我身上 他也没有忘记 所以基督徒 应该最有爱心 Amen 你不要只有来聚会 你有没有看看你办公室 你有没有看看你的邻居 有需要 你学习去跟他们分享 他们会感受到这一份爱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有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就有时候说 很多时候我们要 邻居啊 你来去 人家才不要来 为什么 但是你每一次 你有跟他分享 跟他分享 我们有一些活动 你要不要来 他可能还会来 他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你每一次都 跟他分享 然后告诉他教会的事 我们今天教会办什么 我拿回来 跟你分享 太好吃了 跟你分享 就这样 很自然的 你就是很自然的 OK 在旧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做好事 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我这个在做一个见证 我以前在带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妈妈 因为他妈妈用他的名字 开很多支票 结果妈妈就被关在监狱里面 但是他的名字有四十万 你想二三十年前的四十万 现在是很多了 他妈妈就从监狱告诉他说 你要想办法筹这个钱 因为在监狱里面太黑了 那他就来跟我讲 我一定要帮助他 因为不是他的错 对不对 是他妈妈用他的名义 所以你帮助人要看 当然我也经过祷告 我就 我想要帮助他 但是我不会自己一个人 我就 我就 听个祷告 我就告诉我在带的弟兄姐妹 我是第一个 今天他有需要 第二 不是他的错 所以你们帮助人要分辨 第二不是他的错 是他妈妈用他的名义 第三 他不可能一个人 他也只不过是 赚薪水 他不可能一口气 筹下这四十万 第四 如果他筹不到这四十万 他会被关 那你被关不好 你就有永远有记录 对不对 也不是他的错 OK 我说弟兄姐妹 你们回去祷告 第一个 有人可以奉献 第二 我们就借钱给他 四十万很多 那时候四十万很多 三十年前的四十万很多 和你们祷告 然后大家 但是我周师母不保证 你们借钱给他 他如果有还你们 或有一天没有还你们 你就想 你是借给耶和华 你不是借给周师母 是借给耶和华 所以传道人要有词汇 但你们是经过祷告 我负负责 那是你跟神的问题 那就真的 我帮他筹了这四十万 他就没有关在卷宇里面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要还 你就先还给这些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也给 我也奉献 我也给 我也借他 但我印象他没有还我 就是了 我也没关系 没差 因为我是借给神 无所谓 因为你是帮助人 可能你先借给他 你要想他 他有力量还就还 他没有力量 你就想 我是借给耶和华 弟兄姐妹注意听 真言说 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 借给耶和华 圣经说 你怜悯贫穷 需要的 你就借给神 借给神 你干嘛跟神算账 神给你的 恩典也超过你给神的 不是吗 我们不可能给神 比神给我的还要多 要记得 对不对 我不可能给神 比他给我的还要多 你要永远记得这件事 如果神感动你 你做 你一定蒙恩的 好 对不对 第一个神都没忘 第二呢 神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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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念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经之神 大巴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行锁我的命 但我在 读到这里 读到这里 好了 伊利亚这个时候是逃难 对不对 因为他在 他在加密山 是不是加密山 跟850个先知 在那里做属灵 真的 对不对 他赢了 结果就把这些 这些 巴 那个巴黎的先知 阿瑟纳的先知都杀了 然后呢 这个也许别 这个皇后啊 很坏 很坏 他丈夫亚阿王也很坏 结果也许别就说 我今天如果 没有 以利亚 我让以利亚的命 还存在 愿神 愿神大大的 意思说 就 就 就 处罚我 意思是这样 意思说 就是要给他死了 这个皇后杀了不少先知 她真的杀了不少先知 以利亚能够活是神 把她藏起来 OK 然后呢 她现在不是来一个 她杀了这些巴黎的先知 就是阿萨纳 就是这个皇后啊 那个 也许别 把这些巴黎的先知 阿萨纳的先知 从外邦带到以色列 害了 害以色列拜这些偶像 所以灾难就来了 灾难就来了 那么 那个时候后来来一个 来加密山 来一个 就是要证明 耶和华是 哪一位是真神 从天上降下活来 那当然以利亚得胜 因为 他所相信的神是真 但是也许别就追他 他说我一定要把他杀死 我今天如果没有把他杀 愿神明重重的降法于我 以利亚就跑了 那弟兄姐妹你注意 然后 就躲在一个洞 这就这一段 神就问他 伊利亚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这里做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时候 我以色列人 背弃了你的业 毁坏了你的祭坛 用刀杀了一个仙子 只剩下我一个人 Only me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行守我的命 是真的一个人吗 神回答伊利亚 神怎么回答 来请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清嘴的 神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我有一天在听圣经 我听到这个七千人 我里面就一动 这七千人 当然是神把他藏起来 让雅哈王 也许别 是也许别 对找不到啊 不然这七千人早就买一买 神把他 但是我最感动是什么 七千人谁算 谁算这七千人 谁算 当然是神算啊 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未曾向巴黎屈膝 未曾以巴黎清嘴的 我真的很感动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神看中 每一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说 不要算人数 不要算人数 人数是要算 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宝贵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算了人数 是我可以评估跟检讨 爱主 敬畏主 遵行主 道的 为信仰坚持到底的 没有一个人 神都忘记 神都把你算在里面 知道吗 可能你觉得 哇你忘记我 没有 你的名字早就在那边 神都算 每一个人 神都算 神对数目也很 很看重 对不对 你看用五饼 那个 那个用五饼二仪的神迹 要记录啊 给多少人吃饱啊 五千的南丁 为什么 神要记录 就要告诉你 神的恩典都丰富啊 五饼二仪 在耶稣的手中 就可以给五千人 吃饱 南丁 你想想看 多少个家庭 父女孩子 也不算 五千个人 南丁 多少家庭 神都算 有需要 神都供应 五千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还怕什么 你怕什么 神不能供应 你有需要 你怕什么 而且圣经说什么 还有圣下 圣下 耶稣 也没有 也不浪费 他说 装满了 多少啊 十二个 要把它装起来 还要装起来 不可以浪费 一样啊 给四千人吃饱 只不过用几个饼 七个饼 七个饼 几条小鱼啊 小的鱼 给四千人吃饱 对不对 也一样啊 耶稣说 你们有 有七个 还有几条鱼 然后 分布众人 在地上 就把 众人 圣经说 众人都吃饱了 收拾 剩下的零碎 装了多少 七个框子 当然 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 神都看重 神非常珍惜 你的心 第二 当神看重我们 给我们恩典 我们一定 不可以浪费 我们要 常常记得 神的恩典 神在我身上的 作为 很多时候 我们就觉神忘记 我们有一个 你们这里是 桃园 那你们负责的同工 就李秀之 牧师 对不对 他医道的事 那我们知道 他的先生 也是开刀 本来没心脏病 后来开刀也走了 很伤心 我告诉你 因为他前面 他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丈夫 前面第一个丈夫 也是 他就 第一个丈夫 是真的有宣殿性 也是心脏开刀 成功 但是因为他 糖尿病 就病发症 也走了 那这个第二个丈夫 就 好好的 然后就觉得 有一点 我去开刀 结果就这样 也过世 你说碰到这种事情 我能怎么 就说 真的很难过 说实话 我也不敢说 修之牧师 我了解你 我根本不了解他 我怎么可能了解他 所以你们看到 你没有碰到的事 你不能说 我了解你 真的 我没有碰到这种事 我怎么能够了解 我说 我知道很痛 我只能跟他说 我知道很痛 我没有办法了解 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困难 我觉得 我是舍不得你 碰到两次这样 但是你可不可以 早上起来 你不要一直想这个 为什么都这样 你想什么 我问你 早上起来 你想到神的恩典 他怎么想 我跟他说 你要想神 我知道第一个 我丈夫虽然走完 舍不得 让他到你那里去 第二 如果他活着 这次没有好 他活了 但是他 很麻烦 对不对 他硬要装一个什么磨 什么磨 越克磨 那他也活得很辛苦 然后呢 他活得很辛苦 我说 秀之你也一样很辛苦 你要照顾他 你就不能服侍 你从这一方面去想 你里面会不会比较得安 从这个角度 很多事情 你换个角度来想 你会不会比较得安慰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一直想 神啊 你为什么没有拦住我 我第一个丈夫这样 第二个又这样 神你是不是都忘记我 神啊 你好惨 你要这样想 你更痛苦 你一定更痛 但是你要想 神四方 那当然他说 他要休假半年 你好好休假 那你休假的时候 我只有一件事要求 你一定要与神对聚 让神自己安慰 我们的安慰没有用 没有用 但是神安 神只要 我说神只要在一秒钟 有一句话给你 你就得释放 你现在要求的就是这个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遇到困难 人的安慰没有用 我没有骗你 但是你说神 你要对我说话 神说话 只要一秒啊 不要一分钟 神没有讲那么久 一秒 你就得释放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遇到困难 你不要第一个抱 因为你抱怨 不会增加 不会反而增加你的痛苦 我没有骗你 你抱怨 一定增加你的痛苦 但是从正面去想 因为你要想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叫爱神 你会得益处的 眼前看不见 有什么益处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 你回过头来 你会发现 都有神的恩典 Amen 所以啊 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OK 神看重每一个人 你对自己说 神看重我 因为我是他的宝贝 因为我是他的宝贝 我是他所爱的儿女 我是他所爱的儿女 我是他用重价 把我赎回来 我是他用重价 把我赎回来的 我问你 你真的是宝贝吗 是 我问你 你们是吗 是 为什么 为什么是宝贝 因为耶稣用重价 把你赎回 如果你不是宝贝 他干嘛要用重价 这个重价 就是他的生命 如果你没那么重要 他干嘛要用 不是这样吗 我孙女 第一个孙女出来 我就叫他小宝贝 那我媳妇说 妈妈你叫老大小宝贝 那老二呢 老大是小宝贝 老二呢 像小孩聪明的人 老二出来 然后老三出来 他们就说 姐姐是小宝贝 我呢 小小宝贝 然后老三说 我是小小小宝贝 就自己就好了嘛 小小宝贝 对不对 当然我们 你们做父母的 不要偏心就好了 不要偏心 阿嬷也没偏心 如果有大家都有 如果有红包 大家都有红包 谁生日都有红包 我们家最可怜 周牧师说 我真的是在这个家庭 第三级的 阿嬷 第三 然后第三个 那个 因为呀 他说只有他生日 没有红包 孙子有红包 儿子有红包 媳妇有红包 他没有红包 下一次他生日 我给他一个红包 感谢主 在看中我们每一个人 你在神的心目中很宝贵 OK 你为主做的 你就神都 所以第一个 神都没忘 对不对 第一个 神都没忘 第二呢 神都计算 记得 那第三 怎么不动 神都 知道 第一个 神都没忘 第二 神都计算 第三 神都知道 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来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独工的挟制 所发的爱生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美好 宽阔 牛奶 以密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味人 耶布斯人之地 好 这是神跟摩西说的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 看见了 神看见 第二 他们因受独工的挟制 所发的爱生 我也听见了 神都听见 然后呢 他说 我原知道 我原知道 他们的痛苦 所以我现在下来 要救他们脱离 来 下面 好 神再说一遍 现在 以色列人的哀声 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 埃及人 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 我要打发你 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 从埃及林出来 好 第一个 你要知道 神都看见 人家欺负你 欺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受到挟制 神都看见 第二 人家 也给他们 不公平的虐待 OK 第二 他们向神祈求 他们的委屈 他们的哀声 神听见了没 听见了 神都听见 那因为 以色列五十九章 说 耶和华的宝贝 并非 什么 缩短 不能拯救 他的耳朵 并非 发尘 不能听见 发尘是什么 发尘就是听不到 你有没有看到 你们有没有经验 我就告诉你 什么叫做发尘 两个小孩在玩 然后我讲一句话 然后呢 我们一定有一个小孩 来问我 妈妈你讲什么 然后我再问 另外一个孩子 你怎么都没有回应 他说 我没有听到 他真的没骗我 他没有听到 这就叫耳朵发尘 你明白吗 你们今天都听我讲到 但是有一些人 真的没有听到 神对你说的话 回去了 你就忘光了 这就你没听到 神今天对你说什么 我们要求神帮助 我们要祷告 现在按手在你的耳朵 说神啊 你一定帮助我 不要发尘 不要发尘 两个耳朵都不要发尘 让我听到 你要对我说的话 我灵修的时候 我也听到 你对我说的话 我敬拜的时候 你要让我听到 你对我说的话 不要发尘 更不要发扬 你知道什么叫发扬吗 发扬是喜欢听八卦 听神的话就发尘了 听八卦 耳朵就竖起来 就讲 以前我在带姐妹会 我还没有到 大家讲很大声 很大声 很大声 哇 那个八卦很大声 然后我说 好 我们现在 同声一起祷告 咱们都没声音 刚刚不是那么大声 现在同声 都没有声音 讲东讲西都好大声 不是这样吗 他喜欢八卦 我是不准 我在带姐妹会 不准 不准八卦 也不准讲人家的坏话 如果有祷告 不要祷告 提出来请尾茂牧师 祷告到此为止 你不要出去八卦 不是这样吗 你小组也是一样 不可以八卦 你回去你有负担 你在小组祷告 比如说提了 为某某一个 我们的姐妹的家庭祷告 你就祷告 不要去八卦 你传RPG 也不能八卦 RPG是不可以八卦的 对不对 RPG只是 它的困难 那我们就祷告 祷告完就祷告完 就不要讲东讲西讲 南讲北讲 这就八卦 南讲北讲就八卦 神淡见 神听见 神知道 我觉得这个很好 神告诉摩西 他们的爱神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 这是第二次讲的 所以神就怎么样 神知道了 然后神就怎么样 神一定有行动的啦 神我要下来 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瑕疵 神有行动 然后神说 我要不但有行动 要脱离埃及 也要告诉他要去哪里 对不对 要我带领他们到美好 宽阔 牛奶以密之地 这是神对他们 那个始祖亚伯拉罕的应许 然后呢 神不会只说话 神是有行动的 然后透过谁啊 透过谁啊 摩西 所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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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透过谁打发摩西 故事摩西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 你知道神花了时间 神训练摩西花了八十年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坚弃的工作 以色列人不好搞 以色列人真的不好搞 如果摩西没有那八十年的 八十年的操练 后来摩西 摩西前面四十年在埃及 后面四十年是在旷野 牧羊什么 羊 你知道吗 羊是最不聪明的 狗啊 你把他开车倒 他会回家呢 我也发现 以前我们养猫 我们养猫 后来发现很不方便 那个时候五十年前的事 不是现在 有动物保护 我就觉得这个猫 大便很臭 尿尿很臭 猫的大便真的很臭 那我就心里想 我们又没有什么 外面很快 很宽阔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 我这个把猫 开个车把它丢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动物保护 五十几年前 你现在是不可以乱丢 你会被抓 这个猫很厉害 又跑回来 然后呢 我们两个实在不行了 结果又把他 用车带的更远 就回不来了 但是这猫一走 完蛋了 我们家那个 跳蚤 都跳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猫在 他还跳到猫身上 猫不在 就哇 我们的所有的脚 都有好多红豆冰 所以还要消毒一下 对吗 狗难免共 羊呢 你把它放在隔壁 它回不来 神就要摩西来牧羊 为啥他不牧狗啊 就是牧羊 因为神要训练他的生命 你想摩西人都会打死 他刚刚开始会被打死羊 人都被他打死了 埃及人不是被他打死了 他脾气可大 对不对 羊没有像狗那么聪明 你知道吗 所以圣经形容我们都 像羊走迷路 个人偏行几路 对不对 羊就需要靠牧人 为什么牧人要有杖 有肝 一个是打敌人 对不对 有狮子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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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杖 有勾的 对不对 要把羊勾 因为羊很会跑 神就训练牧羊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今天神就在训练你 我最后要告诉你 神要完成把以色列人 救出来 他们祷告啊 神要行动 但是神不会自己做 你注意除了神创造 宇宙万有 不需要人 因为那时候没人嘛 但是后来你看 神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透过人 神要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的匣子 一定要透过摩西 所以神才花时间训练他 因为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 很难搞 最后 你就是神行动的区民 我 也是神行动的区民 只要透过我们 做他要做的事 但是你愿意不愿意 成为神手中 这个荣耀的区民 我们都是 每一个人都是 神今天把你放在这个公司 你就是神荣耀的区民 神今天把你放在这个家庭 可能你的家族都没有信主 你就是神要用的区民 来影响你的家族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 神把你放在不同的 你也发现 我的环境太困难了 越困难你越多要依靠神 越困难你就会更多 经历神的恩典 有一个姐妹 她信主半年 但是真的 这是我去 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你们 就是有一个聚会 贵妇的聚会 贵妇人的聚会 都是贵妇人 我听她见证 她信主半年 她带了四十个人信主 半年 四十个亲戚信主 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呢 因为他们以前夫妻 她很有钱 一天到晚吵架 吵架 整个家族 都知道这个家庭 没有一天安宁过 常常那个网块都在天空飞的 而且他们的网块都是会打碎的 对不对 贵妇人的家怎么会用塑胶的 网块呢 不可能 然后吵架完再去重新买 买碗 买块 买盘子 买什么 她是感谢主 因为后来太太信主 那他们就觉得 哇 这个太太每一次跟我吵架 我讲一句话 她就顶九句 说一言九鼎 我讲一句话 顶九句 一言九鼎 很会讲 很会讲 怎么信主了 现在都不跟我争 太太改变 结果这个丈夫也觉得 哇 这位耶稣太厉害了 能够把这个破腹 能够改变他 那我也要去看看 到底耶稣 我来扶起信主 那他们两个人信主 生命真的改变 他们有很多的亲戚 他就 每一次请他们吃饭 搬一个 亲戚大家都要嘛 吃饭大家都要嘛 对不对 他就有很多亲戚 请他们吃饭 然后他们就做见证 大家真的也看见 这一对夫妻信主 真的真的改变 后来他们信主 半年 带亲戚 四十个人信主 我们就是 神荣耀的亲 我们的生命有榜样 我们的生命有见证 神就会用 神就是 你就可以去彰显 神的荣耀 就可以把人 带到神的面前 你愿意不愿意 成为神 手中荣耀的器皿 愿意吗 站起来 手放在你的心上 为自己祷告 说神啊 你用摩西 拯救以色列人 你用我 让我在家庭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如果家人还没有信主 你跟神说神啊 你用我 如果你的公司 也给你有这个的机会 你说神啊 你用我 让我成为你荣耀的器皿 为自己同身来祷告 你要为你自己祷告 你要跟神讲 神一定会垂听的 特别到年底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传福音 刚刚有 你们有很多 什么小组啊 那个 幸福小组 还有年底的很多的活动 求神来用我们 为自己同身祷告 每一位都开口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真实来感谢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 主啊 你先爱我们 主啊 不是我们爱你 主啊 你爱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就为我们死 主啊 这个爱是何等的丰富 今天你把这个爱 继续再一次 圣灵把基督的爱 再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好让你的儿 你们领受 领受 我们愿意成为 你自己荣耀的器皿 主啊 使用我们 不管在我们的家庭 夫妻的关系上 在我们的工作上 在我们的父母的家庭 我们要看见 他们都要蒙恩 他们要得到你的恩典 他们要领受 从神来的祝福 主啊 因着我们 我们的蒙福 我们的教会也会蒙福 这个地区 我们的社区也要蒙福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